警方預計星期四晚勝節 會有過萬人到中環蘭桂坊過節 將會實施人流管制措施 當晚蘭桂坊一帶會進行封路和交通改道 預留空間給民眾安全有罪緊排隊等候 也設有緊急通道 至於封路範圍 除了蘭桂坊之外 還包括德紀立街、雲涵街、威靈頓街 士丹利街和皇后大道中 會在星期四下午2點起 分階段實施 另外在今次行動中 警方將會利用50組閉路電視 連同首次應用的人流估算系統 有效地強化人流管制能力 閉路電視可以用來體驗多角度的實時影像 並且會即時傳送到附近的警方行動指揮中心 令到警方可以掌握實際的情況 警方亦會應用人群估算系統 透過影像分析技術 對現場的人流密度作出評估 正義協助警方及組織別潛在的人安全人憂 以及在有需要的成功之下 盡量實施人群管制措施 警方亦有加裝公共廣播系統 可以即時向現場人士發出緊急呼籲 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